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到两点三十三分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周图 星期一 你一定要去留意比特币有没有收回去上方 如果比特币跌破了之后没有收回去上方呢 那它还会持续的下跌 比特币将会开启这一个大回调 比特币在周图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这个M的形态已经是跌破了 所以周一二收盘就很关键 那M形态的下跌目标价位会到什么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位于这一个位置 刚好它也是之前的这一个阻力 那目标价位将会是在这一个位置 四四七四九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那除了这个目标价位以外 还有一点你要去留意的是 之前有提到的Fibonacci 0.618 我们从这个低点来到高点 你要去注意的是这个0.618的5204E 那这个在小时间级别呢 也是一个主力支撑区域 还有一个Fibonacci位置你要去注意的 就是从这个底部拉到底部 那刚好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刚好在这个M形态的目标价位 接下来比特币跌破5204E 这个区域 那我后续呢将会看比特币下跌到 这一个支撑区域 那你可以看之前上涨的时候 周图在这一个区域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之前在这个位置盘了有63天的时间 后来才出一个方向 所以这一个区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所以接下来后续的比特币 我将会看向这两个位置 就是5204E 还有就是53487的这一个支撑区域 切换比特币天图 我们来看前低点 它已经是跌破了 所以后续呢 我会看向的就是比特币下跌到 这个0.618的支撑区域 那在天图之前 这个区域也是盘了好几天的时间 才来进行这个突破 所以当它下跌到了 这个位置是很值得去留意的 就看它到了这个位置 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价格行为 比特币目前是还没测试 这个支撑区域的 当它下跌到这个支撑区域 你可以去留意 有没有出现做多的价格行为 那如果有呢 那反弹将会看向前低点 所以这个前低点 是目前最重要的阻力 在5656E 所以你要去注意 它会不会收回去上方 如果明天的收盘 你看到它收回去上方 那就是出现了一个插针 收回去上方 在配合天图 有一个下行通道 你看这个通道 它现在是跌破了 如果明天的天图收盘 你看它收回去上方了 前低点的上方 那就代表了 在这个位置将会获得一定的反弹 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去留意的 就是你一定要去注意 它的这个反弹 有没有收回去56561.8的上方 因为它是前低点 待会小时间级别呢 我也会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 我是Adaq 是Nikki 戴里飞的VIP群 在交易计划复盘 除了我的复盘以外呢 还有就是VIP的复盘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比特和以太 都到了目标之音位 要恭喜它获得这么漂亮的一个盈利 那其实在昨天晚上睡前呢 我有提醒 如果突破失败 是可以做空的 我是在昨天的 说一点都有提到 58400可以去留意做空 那这里也是有VIP 再次的去问 然后我在睡之前呢 就再次的提醒 就是58400到58600 突破失败 是可以去做空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有在这里 去开了这个空单 然后也睡醒就引力了 那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 就开了这个孔嘛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反弹 是到了这个之前前低点的一个位置 也刚好是到了这个趋势线的位置 所以我就提到了这个区域 只要是突破失败 你就可以去开空 那我们来看15分钟图 为什么是在这个区域突破失败可以做空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线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一个趋势线 那它是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这一个反弹我将会看向这一个区域 所以为什么我就给VIP知道 就是位于这个区域 如果突破失败 你可以去留意做空的机会 那你可以看到是突破失败一次 两次三次的突破失败 所以当它突破失败 收盘在下方这个区域 这样的一个盈亏比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是税前操作 所以我的止盈呢 就是放在了这一个支撑的这一个区域 所以当它下跌到了这个区域 我就止盈了 目前比特币15分钟图 是还没有挑战这个支撑区域 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呢 我是不建议有任何的这个操作 那你可以去留意这个支撑区域 接下来比特币出现反弹15分钟 你可以去注意这个支撑主力互换位 就在56747 那要是可以突破 我将会看向就是这个原本 所提到的一个阻力 我们回到比特币四小时图 所以我刚才15分钟讲的区域 就是这个区域了 也配合着一个趋势线 就是在这里 在上一期影片 我有提到我的团队Casey 就是在跌破这个趋势线 给了这个带单的空单 然后这张单也已经到了 指引6的56,000的位置 所以比特币你要去留意的是 这一个支撑 那要是跌破这个支撑 一开始的天图 我就有讲了 你要去留意的位置 还有就是你要在哪里去买入鲜货 那反弹呢 就是要去注意这两个主力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 感谢你们所有的连接注册账号 新用户KYC 充值100美金 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了 你是可以提现出来 或是作为交易 还可以以拜币的交易量 免费兑换金群 这里有会员群 还有就是VIP的支撑群 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群组 也可以在这里付费加入 那我们先去看以太 我们来看以太的天图 以太跌破了这个支撑 顺利下跌到这个支撑 可以看到这个下跌是非常强势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弹 那到目前也是没有很强势的反弹 但它现在已经下跌到了 这个很重要的支撑区域 不容易跌破的支撑区域 那我们就看它能不能在这一个位置出现反弹 那要是出现反弹呢 还有一个风高做空的一个机会 这个支撑为什么那么重要 再配合这个Fibonacci的0.618 那它刚好就很完美的在这一个位置 2827这一个位置 所以你要去留意这一个支撑有没有撑住 如果没有撑住那就完了 那就是它还会持续的下跌 那持续的下跌位于天图 我会去注意的就是下一个支撑 之前这个支撑是很值得去留意的 所以以太正在挑战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那这个支撑如果说可以撑住 那后续将会迎来一波反弹 那这个反弹呢 你就可以去留意阻力位置 就在15分钟1小时 哪一个阻力测试多次不破 那你可以去注意 因为现在都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是还没有出现反转的 所以当它还是一个下跌的走势呢 就是有机会它还是会受阻继续的下跌 好来到影片的尾声 要给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交易比赛 你点击这个社群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交易比赛了 那你在discord的会员群或是VIP群 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是从7月4号到7月19号 那还有12天的时间你都可以进行报名 在比赛期间你要报名参加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比赛是根据盈利率 那也就是说你的本金如果是300美金的话 那你达到300美金呢 那你就是100的盈利率 所以它是根据你的本金作为计算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参与这里 你一定要读得非常的清楚 那你除了是使用我的链接以外 只要是Nikki戴尼飞旗下有合作的KOL的链接 都可以报名 那如果你报名不成功 你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客服 协助你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一期的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Nikki戴尼飞 Nikki戴尼飞 加入NikkiDNF 大家一起飞 Nikki戴尼飞 Nikki戴尼飞 加入NikkiDNF 大家一起飞